接下来看第十一题 如图3 AB 等于AC 等于AD 这个感觉上好像都以A为一个原型 画出半径来 就是三个都等于 就是画一个半径 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圈 不是很美 不过大概的就是说 我以A为原型 ACADAB都是半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画一个圈 通过CD跟B的点 这个是它一个相当关键的一个 的point 所以ABC这个角度 它等于71的话 那我们就等 等角度的边 这个也是71 我们就可以算到这个角度 71加71等于142 180-142的话呢 就会得到Saba Saba OK 它要找什么呢 它要找CDB CDB 那你可以看到如果CDB都在圆上 我拉去对面一个点 从B拉 跟C拉过去的话 在圆的边上的话 我们就会有圆形角是圆周角的 两倍 所以这个是19 OK 这个就是同股所对对圆周角的圆形角的一般 然后呢 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 ABCD B吧 这个 ECDB就会形成一个圆内阶式边形 我们圆内阶式边形就有对角互补的一个特性 所以这个CDB呢就会是等于180减去失求了 所以就会得到D6B OK 圆内阶式边形对角 OK 所以这个是第11题 当然是A 第12题 以下哪一个号码拥有和2018相等的因素个数 2018 因为这题是2018年的 那你会看到 每一年都会有跟这个年份的数字有关系 刚刚我们做的这个因素分解 它好像就是只有两个因素的 它不是两个因素 它是两个字因素 它其实就会是等于1×2018 还有2×1009 所以它一共是1234 四个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找的数目呢 必须要有两个因素左右 两个字因素 所以应该是6吧 326 所以6呢有4个因素 1×6 或者是2×3 1234是4个因素 所以第12题呢 答案应该是 5跟7都是字数 所以它会是只有两个因素 9的话呢 虽然它是两个 它应该是39 所以它是叠的 重叠的 所以是1×9以外 3×3 它是123 这个是重叠算一个 它是三个因素嘛 OK 所以它有 反正就是12级大字比 13题 N是多少 N是多少 这个也是佛 从-502开始吧 那-502开始 我要得到10 2018 很明显 我应该要算到502 使到它 使到它可以抵消掉变0 我们过后呢 就503 再加504 再看一下 还要加迹象 那500乘4等于2000 所以它应该是加4这样 就会得到505 506 当然这个你可以自己再try算一下 503加504加505加506 运算一下 6加4等于10 5加3等于8 54 20 所以2018 感觉上没错 这个N呢 应该就会是506了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13题的 第14题 2018的个位数 2018的2018次方 这种情形来讲呢 因为它只是要个位数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用关心它10 位数以上的 所以你只需要考虑到8的2018次方 那我们知道次方 它往往都会有一个规律性 我们8的一次方等于8 8的二次方 8的六十四 这个是四 我们关注那个个位数 8的三次方 你就4832 我们只看那个个位数就好 然后再乘多一位的话呢 826 再乘多一位呢 648 8 感觉上回到去了 所以呢 它是以4的倍数来看 所以2018呢 最靠近4的倍数呢 应该是2016 2017 2018 OK 所以它应该是个位数呢 所以是回到去4的 所以 这个是1234 5078 94 所以它是有4的倍数了 我们看到2016也是4的倍数 2017 2018 那个个位数就会是4 所以这种很高次方的 它应该也不会要你找完整串数字 按计算机也按不了 然后 只看 它一般上就会只看个位数 它都会有一定的一个规律性 OK 再来看第十 把题 第十五题 第十五题 1234到4321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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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个 号码是18的倍数 18的倍 有多少个号码是18的倍数 其实我们只需要看到最小的那个18的倍数 最靠近201234的 还有最 最靠近4差21的那个 18的倍数 过后呢 我们就互减 然后再除以18 就可以看到它中间有多少个了 记得还要加1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它难度在哪里 它难度在判断 判断1234的那个 next的 18的倍数 当然我们知道18的倍数 它同时是2的倍数 也同时是9的倍数 9的倍数 我们是看那个位数 加起来 要等于9的倍数吧 所以你看它 4加3加2等于9 再加1 那我们应该要再加8呢 它才会是9的倍数 而且加了之后 而且加了之后 它会得到1242 也刚好是2的倍数 它同时是2的倍数 同时是9的倍数 它就会是18的倍数 那43 4321呢 它就会4加3加2 已经生于9了 它还多一个1 那我们看一下 我减掉那个1嘛 减掉那个1 就会得到4320 那4320呢 它就会是9的倍数 然后也刚好是偶数 所以这个就是最后一个18的倍数 然后呢 我们不减1242 好 得到8 这个结位1234得到7 3结位减2得到0 4减1得到3 然后呢 301的3078 除以这个18 乘2 好在过容 乘1等于18 12127 127的话呢 7856 7178 956 1112 然后呢 还有18 就是1 刚才我们讲了 因为它减的时候 它会 上号把那个第一个数给去掉 所以变成了 你还要再加回一个 加回一个 这样子 其实更加标准的 因为高中的话 我们其实是套一个叫做 等差数列的一个公司 所以如果你不套公司 它其实理解成 到最后 它其实也做这几个东西 最大的减最小的 再除以18 再加1 但是套公司 你就会比较容易 记到的 所以怎么说呢 它的公司是这样的 这个是AN 这是第一个 第一项它叫A1 最后一项它叫AN 然后呢 然后它的AN的公司呢 是 A A加N减1乘D D是它的Difference 因为它是18的倍数呢 它每一个都是X18 加18后它就会另外一个数 加18后它就会另外一个数 所以这整串 其实是属于一个等差数列 所以这个D是它的公差 And then它要找它是有多少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我拉过来 AN减A 再除以D 再加1 然后它做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我做的 4320 减去这个1242 就是减去那个第一 这个减这个了 再除以18 就是它的D 然后最后它还要加1 反正就是到最后 它要加1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题就是 172 OK 谢谢大家